在影音頁面也有Slideshow圖片輪播設定的地方 那首先一樣是在上方的按鍵列 點選影音圖片輪播管理 新增圖片 而這裡的圖片大小一樣是要1170x344的大小會剛剛的好 如果不知道如何轉換大小格式 我們會有另外的圖片轉檔設定教學影片有詳細的介紹 按下新增圖片之後會看到以下的畫面 先輸入此圖片的標題名稱 接下來是圖片的連結網址 這裡是可以自由填寫的 當你填入連結網址的時候 使用者在手機端若點下圖片就會自動導入到你所填入的網址頁面 再來就是從檔案選擇你所要上傳的圖片 好了之後可以設定圖片的時效 填入開始和結束的時間 那在這邊狀態也是有三種模式可以選擇 發布、草稿以及庫存 隨時都可以做修改 新增之後就會跳入預覽、編輯的頁面 代表說圖片已經新增完成囉 確定後按上方的圖片清單 就回到上一頁完成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